在運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那麼每天我們一起來觀察 台北股市的開盤 其實觀察不是那麼重要 關鍵在於你怎麼面對它 我的想法其實很簡易 第一個 這個不是系統風險 所謂的系統風險 我們叫做無法避開的風險 也就是說 面對一個特殊的案例狀況 任何人都無法避開 瞬間爆發的 這個叫系統風險 系統市場不是 因為都在大家的預期之內 所以你說面對這個結構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其實就是有三個方式 也不可能有第四種 第一種就叫做停損 如果說林超做是不對的 那你就停損就好了 第二種就是不要做 你不要做你就不會碰到任何風險 可是相對的 你的利益也喪失了 那第三種該怎麼辦 你就每一筆都贏不就好了 我講這句話對不對 那難道有第四種嗎 沒有啊 你就該贏了 我舉個案例 就是在上個禮拜五六日的 感謝你的支持 您來伴手去跟著做的 我們服務人員也幫你裝了PSY對不對 那麼請問你 光是這幾天 您有沒有每一筆都贏 那就好啦 這個贏不是空 還是做多 我講我負責 都贏 贏就繼續贏下去 所以我們來看 來 你說怎麼看 我先把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大概看一下這裡 右側 幫我一個忙 把右下角放大就好了 好 來 這個叫PSY的日線 OK 所有的朋友 你現在把你的系統 點選打開 把PSY點選出來 今天一大早 那麼我有發了一個簡訊 就開盤前 那麼像所有我們的成員報告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日線PSY 竟然可以跌到-50 這個叫做一定要進場的機會 好不好 正50站在賣方 -50站在買方 特別是日線 當他到了 那你就進場 那就流倉 你就不用理他 然後接下來 你準備本週有非常龐大的獲利 這樣就夠了 因為他一定會回到零走 回過頭來 我們先面對國際金融市場 其實我的看法 沒有各位想的 那麼樣的緊張 第一個 我的想法到最終 大陸跟美國之間會得到 全世界大家都覺得還滿不錯的 協議內容 真的 不會有什麼正面對撞 不至於 所以我們先看這張圖表 各位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上證 好 來 這個是昨天的上證 這個上證是過去這一個月 一直到昨天 也就是說我們去觀察 一個月前的上證 一直到昨天 各位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 非常熟悉的數字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數字是多少 2903點 對 昨天的上證指數中場 他是跌1.21個百分點 可是他中場還是瘦在2903 5月6號也叫2903 那今天呢 持續我的看法 本週你就以2903 繼續看下去 你自己下自己好了 我不是要你盲目的做多 而是在於 我的看法就在於 金融市場 第一個因為我猜不對 我也猜不準 我也猜不中 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如果我蕭又鳴 我很厲害 我很厲害 我怎麼猜都猜得到 我也都猜得中 那麼請問 我有需要提供一個PSY系統 給我的會員嗎 不要說過去這兩年 過去這13年 我從事這個工作23年 可是這13年以來 我都有提供一個輔助工具 13年 過去我們因為 過去還沒有APP 所以我們用一開始 我還記得是用Java 一開始是從Java系統 寫在一個PDA上面 我提供給我的會員 到目前因為 所謂的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 所以我們就利用APP 所以裝在大家的手機上面 我來這麼厲害 我怎麼看 我都看得到 那我就不需要提供一個 輔助工具給會員 就反正我漲漲就漲 跌就跌了 就是因為做不到 猜不準 猜不中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才提供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 如果沒有比我的評價來的優勢 我幹嘛加一個成本 去提供這個系統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去觀察 它的成功率 不是一直以來每一筆都百分之百全勝 可是呢 長達16個月 它的成功率就是百分之90 那你為什麼不繼續照著做呢 難道有變更嗎 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請問哪裡不對的 我就只問你這句話 有沒有百分之90 各位會員 你就一個五分鐘撇摔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面對金融市場 到底該怎麼做 來 第一個 跟各位報告 來 上陣的部分我的看法 你就平常行面對它 接下來我們很快進入 國際股市 各位請看 這是過去六個月 過去六個月 美股 那麼美股呢 大致上 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做觀察 好不好 這過去六個月 美國股市的走勢圖 那昨天呢 跌了600點 40 跌了2.38個百分點 來到25324點 一個 我們叫做 戰略性的觀察 戰略性的觀察就在於 我針對整個美國的框架 好 你要用戰略的 一樣 那你就用量價 量價的部分 我會這樣子把它標示出來 總共有四個點位 分別是1234 好不好 那這四個點位呢 發生之後接下來呢 美股都是大漲的 這個點接下來呢 暴漲 這個點當然漲物就大了 對不對 那這個點呢 也創了歷史新高 這個點呢 也創了歷史新高 關鍵就在1234 那麼請問各位 我的想法就在於 不要去猜 能夠猜出一朵花來嗎 就講了個半天 這一次呢 大陸的包覆清單裡面呢 600億美元包覆清單呢 幾乎全面都是農產品 川普不講了嗎 川普說 他對我們美國的 這些可愛的農人 對不對 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他說那你就報復啊 那了不起 我美國政府 把所有農人的農產品 我全部買下來啊 那我買下來幹什麼 一共我就捐給 所有有貧窮的國家 川普講這個話 這個就好像小孩子在吵架 以大陸領導人的能力 他會那麼 他不會跟他玩這個的啦 你放心啦 你就放輕鬆好不好 好 我的想法到最後就是 皆大歡喜 可是問題是在於 在皆大歡喜之前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 這個國際金融的大幅度波動 所以我們來看 來 第一個 從戰略的角度 我不講戰術 從戰略的角度 從大波段 大格局來觀察 也就是說你就只能等 等到什麼 等到你發現到 道琼的成交量急縮 縮到底 也就是說我們去觀察這幾個點 一 二 三 四 當他的量縮到底 他接下來這一次的上工 以過去為例 幾乎 幾乎就是創歷史新高才回檔 幾乎這四次 過去這六個月 第一個 可以從量價從大幅度的角度去看 各位您告訴我小小民 可是我做短線的 好 來 我們就看短線 短線就只有 短線就我們剛剛講的就三個好不好 第一個要不就不要做 不要做相對的 你的獲利的機會也沒了 第二個 萬一錯了怎麼辦 你就是停損 就是停損 第三個你就一定要做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來 各位請看 就昨天一天一天 就是戰術性的買賣進出 我們來看 以昨天一天為例 它其實主要只有兩個點位 一個在9點42分 叫做 各位要做個筆記 我覺得滿重要的 叫25508點 第二個在2點24分 叫25368點 中廠收在25324點對不對 對 那怎麼看呢 各位一定會說 你要趕快講 它跌了617點 那個重要嗎 不是啊 都已經跌掉了 關鍵在於 那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我們是不是把這兩個點 把它連結起來 一個叫25508 一個叫2 是508 對 一個叫25508 一個叫25368 就得出這個區間 可是昨天中廠 收在25324 如果說道瓊今晚 他要轉強 那他只有一個條件 他絕對要能夠上攻 我算一下 大概是140 大概加70 70的話 大概在 加到70 大概在25440點 25440 就是說今晚的道瓊 要能夠上攻 並且守住25000大約 你大概算一下 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除以二 就大概平均交易價格 那麼如果可以站上這個區間 那代表他會有一個反撲 他就會有一個反撲 所以回過頭 你一定問我說 那我 我該怎麼看 一樣 來 這是道瓊工業指數 道瓊 你有沒有發現到 幾乎跟台北股市一模一樣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我這麼講 來 第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叫PSY PSY付時你就買 你就買 你在怕什麼 你當然可以 在這裡停損 你也可以在這裡不做 那我要告訴你的是 你在這裡停損 或者是在這裡不做 那你這一段的獲利機會 不就不見了嗎 相對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停損 你給人放在這裡停損 也可以在這裡不做 可是你的這個獲利機會 不就又不見了嗎 那你為什麼不做到 每一筆都沒錯呢 那怎麼做 那你不就看這裡嗎 這裡往底下看 你就等 他今晚有機會 不好意思 這是昨天 因為昨天還沒有 大跌600點之前 因為昨天 有這個機會跌了600點 所以是不是來到25325了 好 所以你會發現到 哇 幾乎到了 所以今天晚上再稍微 再補跌一點 剛好到副午時 那副午時你覺得該怎麼辦 你怎麼問我該怎麼辦呢 各位親愛的會員 看你的簡訊啊 就照著做啊 那今天該怎麼辦 今天我覺得滿不錯的啊 那你就樂觀吧 你贏了嗎 我跟他問你這句話 今天你長有贏了嗎 不是 你昨天總共也才進場一筆吧 今天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也是進場一筆嘛 那你兩筆都是贏 你也沒有第三筆交易了嘛 有錯嗎 就繼續一直贏下去就好了 所以該怎麼贏 一樣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來看今天最重要的 來 請 今天最重要的 真的喔 你要很認真看喔 這裡是重要到一個不行 哇 來 把這裡放大 你就天下無敵了 這裡 這裡 你趕快做書 一種是你抽罵我一輩子好不好 一種是換我抱怨你一輩子 來 看著他 會不會做 你說會會會 對 來 我們一起複習一次 這裡是9點14分 對不對 現在9點13分 14分 好 來 每一根 每一根交易量是幾分鐘 11 尺寸 每一根 是不是一分鐘 好 剔除開盤量 那我就往前看嘛 看到什麼 看到最大交易量產生的位置 好 9點04分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好 再離開 再看一次 9點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9點04分 是不是單一分鐘的 最大交易量 對不對 好 等一下準備大贏 兩分鐘後向您做簡報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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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腳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過得頭顧蕭老師收費講座 PSY全智能演算交易系統說明 5月18號星期六上午10點在高雄 下午3點在台中 5月19號青天上午10點在新竹 下午3點在台北 下一個大提話 撥打暴民全線 0800 55808 現在就加入 不得頭顧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 555808 0800 555808 過得頭顧蕭老師收費講座 PSY全智能演算交易系統說明 5月18號星期六上午10點在高雄 下午3點在台中 5月19號青天上午10點在新竹 下午3點在台北 下一個大提話撥打暴民全線 0800 55808 您的新台幣已經超額 會被海關沒入喔 依洗簽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攜帶超過新台幣10萬元 需向海關申報 如未申報 超額部分將由海關沒入 若申報不時 也會將超過申報部分沒入 如時申報 則會退運超額部分 除了新台幣 您還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喔 每位旅客出入境攜帶 新台幣限額10萬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額攜帶請如時申報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樣我們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各位看很多很多很多次 所有的LINE好朋友 包括所有的會員 我們在5月3號的研究報告裡面 那麼特別把三個商品 做一個交叉比對 我們講藍與黑對不對 紅配綠 藍與黑 那麼黑叫加權指數 藍叫稻窮工業指數 在5月3號當時就是我們去觀察 從中美貿易摩擦 產生在9月份開始 那麼我們去觀察 全球主要商品的一個變化 那麼最主要的 各位請看黑色的叫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從一開始跌幅最大 也最快 可是跌了之後來到這個點 它停住了 各位請看這個點稻窮在哪裡 稻窮還在這裡 這一根是一個禮拜 稻窮還在這裡 可是從這個點來到這裡 總共12週 長達3個月 你發現到加權指數 整整3個月完全都不跌 可是稻窮是不是從這個點 跌到這裡 那至於Next Day呢 Next Day從這裡破底跌到這裡 那請問最強的是誰 是台北股市 這不是我 因為我們在操作台股 就是說台股不對 這是真的 我怎麼 沒有 這是真實的案例 那你說怎麼辦呢 因為台北股市比較輕 所以再跌的過程會跌得比較重 可是相對的 它要轉強 它也比任何人都來得強 那怎麼辦呢 我的想法是這樣 特別是所有 還是講一次 這個是我個人在上個禮拜的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當時呢 當時我們有一個方案 也就是說 我會提供你PSY 然後包括盤中簡訊 我會推薦你怎麼做 做多做空 第三個 我會幫你升等智能演算的體驗 那一加二加三 特別再加一個四 這 在上個禮拜的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那很感謝有很多朋友的支持 那特別我針對新朋友 來 你看一次 來 這是四月二十三號 你會告訴我 蕭文明當時我還不是會員 對 那跟你做個分享 也就是說 我每一筆交易 PSY出現 你自己的系統 你一定看得到 對不對 第一個你一定看得到 第二個 我都會列表在當天的研究報告上面 跟各位做個對比 每一筆 那麼關鍵在於不是要說 我系統多厲害 我也飛天會轉地 不對的 關鍵在於這個叫公信力 就是因為你對自己沒有把握 我蕭文對我自己沒辦法 那我怎麼敢做 縱使做對了都賺不到 因為會怕 這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每一筆交易 PSY正五十 負五十 長期以來 我都把它標示上去 好 那麼新朋友繼續看下去 來 一直到上個禮拜的禮拜一 我們講死為盡就知道漲跟碟 PSY它可以讓你很清楚知道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什麼叫對 你在正五十做空你就叫對 你在負五十做多你就叫對 就是如此而已 那麼最後最主要重要來了 來 5月8號 三個禮拜的禮拜三 這個叫做 這一張叫保留版 各位注意看 你說什麼叫台紙五分 什麼叫日金十分 什麼又叫附身二十分 對不對 分別是台北股市 日本股市跟上海深圳 來 一根手指頭 一根手指頭 日金對不對 你把它刷 你把它放掉 好 五分 十分 十五 二十 三十 六十 請問點選哪一個 再看一次 日金是不是十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是不是按十分鐘 這是五月八號 好 看我的系統就可以了 那你說該怎麼做呢 你就每一筆都贏 每一次都對 你說小明這樣子會每一次都對 怎麼會錯 我就不懂 你怎麼做都贏 是要怎麼輸 這是日金 你也比較有良心 我現在跟你講 是日金 你可以二二五 他有的 腳去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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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對不對 這叫負五十 這個負五十 叫做幾月幾號 五月八號 這個點是五月八號 這裡叫零走 這裡買 零走走會不會贏 保證贏 你在這裡買 在零走走 你一定贏 這裡叫負五十 你在這裡買 在零走走會不會贏 保證贏 這叫正五十 你在這裡空 你空到幾乎是兩萬一千六百 六百點 你在這裡空 你在這裡平會不會贏 狂贏三八點 你怎麼會不贏 你在這裡多 你在這裡平 在這裡買 兩萬一千一百九十七點多 在這裡買 你會不會大贏 會 這裡呢 二零七五一 二零七五一 現在是 現在是二一一九七 這裡是二零七五一 現在是二一一九七 你不贏到翻掉 你看著它 那個叫日金 這個大陸很恐怖 你是有什麼好恐怖 你就一根手指頭 是要恐怖什麼 不是這樣 一個指標會準 值得你信賴它 它應該是放租四海皆準 我有講錯吧 不是說我台紙棋厲害 電紙棋厲害 你所有的商品都要厲害 一根 這裡是不是附身 你把它刺下去 它等一下要開盤了 來 台紙五分 日金十分 附身二十分 附身二十分 你把它刺下去 有那麼難嗎 你可不可以每一筆都贏 你說那我要怎麼贏 這裡叫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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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從五月八號以來 附身指數總共有 一 二 三 三次的負五十 可是相對的有幾次零走 一 二 三 有三次零走 它沒有正五十 所以陸股的部分依照P2摔 沒有做空的機會 只能做多 可是這三次多 你會在這裡買 再零走平 你會在這裡買 再零走平 你會在這裡買 這裡是三五八四 你會在這裡買 你會在這裡平 從三五八四 漲到三六八零 這樣一百點耶 你也比較認真耶 這樣子是一百點 你別怕死人 附身做多可以 在中美貿易對抗的過程裡面 竟然做多可以 暴贏一百點在一天之內 你怎麼賣 你是不是打筆自己賣 好了 再看一次 一根手指頭 你把它刺下去 放掉就五分的 對不對 你知道 台北股市的所有商品 一律看 指數型商品 一律看五分鐘 你這張 你這裡做多會不會贏 會嘛 你這裡做多會不會贏 你有輸嗎 你肯定是贏的 你也比較認真 你是輸在哪裡 不是 一個叫停損 一個叫不要做 可是這個都有缺點 你的機會就不見了 那你可以每一筆都對 怎麼做都贏 你為什麼不做 好來 看一下台北股市 現在10455 好來 再看一次 把這裡放大 其他都不要看了 你可不可以拿個指跟筆 好不好 拜託你 我叫你 好來 9點17 16 15 9點04 9點08 07 06 05 04 好 請看 早上9點04分 看全圖 加權指數報價 10372 那請問 10372做多是輸還是贏 10372半康 那就不要做 那就離開金融市場 還是在做什麼 10372做多來輸 我沒辦法 那這個框架 他已經告訴你 我今天的格局了 除非這裡到收盤 有另外一根更大的交易量 他才會改變 所以歡迎各位 那麼呢 因為我這個禮拜會有說明會 北中南 從高雄開始 高雄 台中 台北等等 歡迎各位 所有的會員 務必要到場 這個禮拜了 台南部 中部 北部 那麼我們有一個 智能演算的一個上課 包括PSY的運用 以及技術分析 歡迎各位 稍待 可以跟我們服務員聯絡 預訂本週的一個 場次的座位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運動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 採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集問集答 盤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新鎖定運空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過了頭顧蕭老師 收費講座 PSY全智能演算 交易系統說明 5月18號星期六上 我們10點在高雄 下午3點在台中 5月19號星期天 上午10點在新竹 下午3點在台北 下一個打電話 撥打暴明傳線 080055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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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車啊 油門一吹下去 沒有任何一個人 看得見 我的車尾 這麼神奇喔 很燙 很燙 先吹一下 對我那麼好 愛戀我 麻煩自己幫親一下 先生 先生